這間車仔麵店的落地玻璃被人釘爛了 玻璃碎片散落一地 大角咀絲哥姆街發生刑毀案 事發於星期四凌晨三時多 有途人擔心店鋪被人包洩 於是報警 警方到場調查時發現店鋪並沒有財物損失 但店面就被人臨紅油 估計帶途擊破玻璃後 新手入店入面臨紅油 據了解車仔麵店開張約一年 上星期日也曾被人扔爛大門玻璃 誰知又遭到搗亂破壞 店東向警方表示沒有和人結怨 也沒有欠債 對於店鋪屢次被破壞感到不解 警方將案件列作刑事毀壞案跟進